人生解答系統關了 對 我暫時把它關起來了 因為之前做那個網站所使用的伺服器 是維護成本才是太高了 我撐了幾個月實在是撐不下去了 所以就暫時先把它關起來了 那我現在也在找比較適合的伺服器方案 那等我找到之後我就把它重新啟動了 到時候我會再跟大家說的 有機門哥我是胡志 對 你們喜歡露營嗎 有一次看我影片的觀眾就會知道 我自己其實是還蠻喜歡登山露營啊 這種戶外活動 尤其現在夏天到了 平地的溫度動不動就給它三十幾度 而海拔兩三天的地方卻是非常舒適的十幾二十度 所以我自己如果有時間的話 在這種季節我就是特別喜歡往山上跑 那麼一般的說到露營呢 通常都會直接聯想到烤肉 那我自己又是屬於那種很愛吃肉的族群 所以沒事我就會在網路上到處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稀奇古怪的烤肉用具 那我之前有開箱過一個太陽能烤肉爐 那個烤肉爐算啊 那個烤肉爐 那個烤肉 那個烤肉爐 那個烤肉爐 那個烤肉 烤 那個烤肉爐算是蠻環保的 完全不需要其他能源 只要放在那邊上的曬太陽 這可以完成烹調了 但是呢 畢竟那個東西是需要太陽的 所以其實限制還蠻多了 譬如說你不能在雨天使用 也不能在晚上使用 但是那種太陽光比較弱的 陰天要用起來效率也會減弱很多 所以呢 這次我在網路上找到另外一款 更方便的戶外烤肉替代方案 誒 FireLights Can't Stop 電溪式智能露營火爐 啊 沒想到吧 現在連這種露營火爐 都可以有智能兩個次灌上去了 那麼到底這個爐子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誒 就是這一顆 這個橘色的東東 它是一個非常高科技的裝置 根據它廣告裡面的說法 這個裝置裡面設計有把熱能 轉變成電能並儲存起來 然後在需要的時候 可以為你的行動裝置充電的系統 也就是說呢 這是一個能一邊烤肉 一邊幫你的手機充電的露營爐 哈哈哈哈 是不是覺得非常有趣呢 我也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到了 我山上一個朋友的家裡 要來測試一下這個露營爐的效果到底如何 但是正如各位所看到的 天空不作美 放棋了一整個星期 從今天開始下雨 其實我這個爐子弄到的時候 已經將近四個月了 但是我之前有好幾次想要把它帶出去拍 都因為天空因素我去取消 所以我們今天不管了 下雨照拍 搭個棚子搭起來照拍 反正在外面露營的時候 也是真的有可能會遇到下雨天的 好啦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露營爐的外觀吧 首先呢這個爐子的主體看起來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我剛說到的非常高科技的裝置 另外一個就是它爐子裡面可以放東西燒的那個地方 那其實這個爐本身其實並不算大 可不可以看到我手拿起來這樣就像一個大的杯子一樣 那裡面這邊就是可以把你在路邊撿到的一些什麼枯枝 枯葉也給它放進去燒 這樣就不會浪費額外的資源 然後旁邊這裡有兩個東西要讓這一台裝置裝上去用的 這邊這個棒子從這裡這樣子放進去 我猜應該就是要收集熱能把它轉變成電能用的裝置 然後這個洞對應到的是這邊的這個小電風扇 上面這個裝置收集到的能源 除了可以儲存在裡面的離電池 給其他的行動裝置使用之外 也可以用來驅動這個小風扇 從這個洞口我遠遠不覺得往裡面送風 讓裡面的燃燒更順利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它這裡有三個指示條 然後加上一個按鈕 下面這裡應該就是USB輸出的裝置 然後除了輸出的孔之外 底下這裡有一個輸入的孔 那我們先來按一下這個鈕看看 欸 按一下之後它這邊就會顯示剩餘的電量 所以現在只剩下兩格 並不多 那我們再按一下看看 欸 再按一下這個電風扇就啟動了耶 看出來嗎 如果再按一下咧 然後再按一下風扇就變強了 所以它這邊有兩段 三段 四段 總共四段風力 如果覺得天氣太熱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拿起來 就直接當一個小電風扇使用這樣子 好 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在旁邊的這個指示條 底下這裡有一個火焰的符號 所以我猜這個應該是 它用來讓你判斷裡面的火勢大小的 那裡面火在燒的時候 熱量會從上面這樣出來嘛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些烹飪器 放在上面這樣子加熱 或者你們可以選用它們自己的配件 嘖 沒錯 這就是一個專門為這個爐子 所設計的烤架喔 這可以直接這樣放上去 然後要加柴火的時候 就可以從這邊直接加 那等一下要烹飪那些食物 就可以放在上面這樣子加熱 哇 這樣一整組裝完之後 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有科技感啊 那我們就先來升個火吧 Music 落葉燒得好快喔 落葉一下就燒掉了 而且超多煙的啊 哇 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來烤肉的 還是要來求救的啊 燒落葉煙值得太多了啦 我覺得我們要直接 去那個炸斷的木頭 給它放進去 塞下去 我剛剛本來以為 生活會很順利的 所以想要一個箱子Music過去 結果好像也沒有那麼簡單耶 我搞了10分鐘 還是在那邊狂噴煙 不是烤爐了 這是煙熏爐啊 喔 喔 等一下 這個煙太狂了啊 這個煙 欸 各位 忽然沒有煙了耶 好像它已經開始燒到木材了 所以就沒有那個煙了 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你看這個火 超級漂亮 火龍捲 去把露營爐 使用火焰線鍋 目前的火力看起來 並不是非常強耶 即使它都已經火龍捲 這樣子噴出來了 我噴到底下這個爐子 好燙 太 太蠢了 我真的是每次烤肉 都一定要被燙兩下 然後 它這邊有在充電耶 你們看這裡 有沒有 綠色一格在那邊跳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那種 充電裝置也是這樣子 我在充電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跳 OK 所以之後如果想要入手 這一組的觀眾 就會知道 要怎麼生火 就是 先承受一陣神龍眼目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方法 在底下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等一下 等裡面這些烤完之後 欸咻 就可以添加這種 比較耐燒的龍眼目了 那我們先把它鋸個擠斷下來 這龍眼怒咪度也太高了吧 我好懷念我的電動工具啊 好 把這個架子 架上去 OK 我已經順利升起來了 原來它的設計是這樣 我給你們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那邊有火串出來嗎 那個就是這裡 它底下有一個通道 火就是直接從那邊這樣出來 所以 它 嗚嗚 喔 欸 很...很熱耶其實 好 所以呢 就是一開始的生火 會花一堆時間 但是火生起來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這樣子源源不絕的 這個火真的是蠻漂亮的 OK 那我們就一邊來烤肉 一邊來充電吧 我現在的營量大約是55%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下午1點36 好 我們現在開始烤肉 看看什麼時候它會充飽 插上去 耶 搞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開烤啦 首先要登場的呢 是我們的 Costco牛小排 沒有工商 可是我真的是很喜歡吃他們的牛小排 嘿嘿 第一塊 放上來 這個盤子應該可以 喔唷 可以聽到那個聲音嗎 真的可以耶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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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各位聽這個聲音 我要錄這個聲音給你們聽 喔喔喔喔喔 熟了熟了 嘿嘿 這個火力可以喔 完全可以喔 太棒了吧 這個 來來來來 調味 啤酒 喔喔喔喔喔喔喔 胡椒下去它突然爆炸的怎樣 喔這個火力 完全不輸我在家裡用平底鍋 煎咧 哇 來 各位 第一份烤出來了 來 來看看這個 完美的顏色啊 哈哈哈哈 我們來品嘗一下 就吃起來到底味道如何吧 好爽喔 用木頭烤的 所以吃起來除了原來那種木頭的味道之外 還用那種 那種 木頭烤的那種香味 這跟我在家裡用平底鍋煎的味道完全不一樣耶 好酷喔 好 爽爽爽爽爽爽 等一下停不下來 繼續烤 下一份飯要繼續烤 我們來享用 上一份 這個真的是爽耶 不曉得各位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在做什麼 如果我在吃晚餐的話 恭喜你 挺想像你現在正在吃了肉 這是我們現在在烤的這些 那如果深夜或者不是吃飯的時刻的話 那你就發揮你的想像力 假裝你已經吃到了 哇 爽 爽 不過這個煙實在是有點多啊 發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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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牛小排它是屬於 油脂比較多的部位 所以烤下來的時候 它那個油會直接這樣滴到在烤盤上 然後流進這個烤爐裡面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開心的享用加油 各位就請搭配一段音樂欣賞 我們吃東西吧 OK 牛肉吃夠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烤豬肉 但是在那之前呢 先來跟各位說一下我使用到目前的感覺 這烤爐到目前的感覺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不過可能是因為它裡面的容量比較小 所以那個燃料燒一下是美的 比較平板的控制炭火 可是因為我第一次用吧 就都沒有控好 所以那個火就忽大忽小了 然後另外就是它用到差不多二三十分鐘的時候 它突然進入一個狀態 各位看一下這邊 它的電池看起來好像沒有在充電了 而且它的風扇自動調度最大 然後火力看起來也是最大的 所以我在猜它應該是它裡面的盒 可能火力已經太大了 所以它必須要 超過它的負荷嗎 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不過它這樣還是在正常運作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充電的情況 欸 我的手機沒在充電咧 不過它剛剛花的時間大概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它從58%充到了 現在71% 因為這裡溫度太高了嗎 欸 欸 哇塞 這邊的溫度真的有夠高了耶 喔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 可能溫度太高了 所以它裡面的筆電池 啟動一個什麼保護裝置 沒辦法再運作什麼之類的 我不知道 所以它現在風扇的運作 應該是純粹就是靠那個火力在動這樣子 不過這些都是我猜的 反正它就是這樣正常運作 然後充電的效果 我覺得也算是不錯 好 OK 那總之我們就接著來烤松板豬 哈哈 松板豬也是我個人還蠻愛吃的一種 整塊 等一下 整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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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塊放太狂了 弄一半就好了 よし 耶 好 那麼我們就 繼續快樂的烤肉 搞定 啊 美味的松板豬肉 哇 哈哈哈哈 好爽喔 太爽了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是三點半喔 我們在這邊烤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總之呢 經過這兩個半小時 跟這台露營爐的相處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是滿有潛力的 可能因為我是第一次使用這種材爐 所以我在那炭火的掌握方面還比較生疏 再加上它裡面的空間其實是有一點小 各位可以看到裡面 這邊有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剛剛已經燒完的那個炭 就全部都積在裡面 然後這根棒棒 就是那個加熱的 所以各位如果從旁邊看的話 已經燒完的那個炭 積在裡面已經差不多積得這麼高了 所以我新的炭再給它加進去的時候 它的火就越來越上面 所以它的那根棒子能收集到的那個熱量就越來越低 所以你看它現在這邊的火力只是 差不多只剩一半喔 然後變它這裡 誒 剛剛幾乎沒有 現在又抽到兩個 所以它應該是有什麼方法可以把裡面那些雞炭給它丟出來啦 但是我還沒有研究到那邊好不好 那現在這樣子的熱量雖然已經不夠烤肉了 但是呢 我們把上面這一顆 把它拿到旁邊 然後 他們還有出這個用來煮湯的那個配件喔 就是直接把它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煮一些湯啊 水啊 或者是泡茶 泡咖啡這些東西 或者呢 你也可以在它火比較大的時候 直接拿自己的平底鍋 在那邊 就是直接直火然後這樣子同調 也是一個方法 再或者你已經吃飽了 你就在那邊一滷 然後就變成一個暖爐 其實其實這滿溫暖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它的潛力非常大 因為它非常的辛苦 尤其這個東西可以把你路邊撿來的那些素質 直接轉變成電能 為你的行動動作充電 真的是滿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這顆露營乳 對於那種常在露營的人 真的是一個環保性選項 但是以我自己在爬山的經驗 我們在山上應該還是不會選擇這種露營乳吧 像說我爬山的時候遇到這種天氣 這種這個乳就沒辦法用了 因為你找不到乾的才可以燒 所以對於登山的人來說 供電舞配上瓦斯罐還是比較保險的 而且比較方便的做法 不過其實這一整組也不太便宜喔 因為我把連結貼在那個底下那邊 然後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財力 看看有沒有購入這個東西 OK 那剩下這些碗我們就讓它燒 然後就是一邊創一下電力 然後同時享用我們剛剛烤好這些送版主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開箱的這個 BioLight CapStop第二代智能露營爐啦 這真的是還滿特別的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一邊烤肉 一邊幫行動裝置充電的露營爐喔 好啦 那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 讚 分享 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可以點旁邊的小方方 我是胡志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